各位学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终极会计事务基础班的那种 那么对于非同控 下边我们看第二种情形 就是通过多次交易分布实现的企业合并 啥意思 我可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我原来持股5% 我可能是三无产品 要不我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要不我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您老人家承认吧 后来我又买了55%的股权 变成了60% 我能够对背头的单位实施控制 此时我就等于从公允价值计量 转换为成本法 这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可能原来我持股20% 什么法 权益法 后来我又买了40%之后 变成60% 我能够对背头的单位实施控制 这时候是不是后续几两也是成办法呀 有人说老师你把我说糊涂了 不糊涂 我还给你把那个图画出来 您记得不记得 我们曾经画过两条平行线 没错 下边这条平行线是20% 敢不敢说很绝对不敢 一般而言 上边这条线50% 敢不敢很绝对不敢 一般而言 当我们持股比例超过50%的时候 我们通常认为我能够对背头的单位实施控制 那我的后续计量就应该采用什么法 成本法 但如果我没有达到50% 但我达到了20% 那我可能是共同控制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重大影响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后续计量采用的是什么 权益法 好 那既然是这样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20%这条线理解为是一条界限呀 什么界限 是划分长期股权投资 跟三无产品也就是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的界限 如果我把这条界限划的长一点 大家就会发现 如果我原来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我是三无产品 我后来又买了一部分股权 是不是就能变成长头了 对 或者我把长头 我卖掉一部分股权 我是不是就能变成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了 对 所以这个20%这条线实际上是长头跟我们第七章讲到的金融资产 尤其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无话不就是两个 一个是宗股 一个是总股 他们的分界限 既然把这条线叫界限 将来我告诉你个规矩 只要您是从下往上穿 肯定是又买股权才能往上穿的 越往上持股比例越大 这种情况叫增资 而或者从上边往下掉 这种情况叫减资 我不管你是增资还是减资 只要您越过了这条界限 换个词 只要您穿过了这条界限 在我们跨界上就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把它称之为是跨界 那跨界有什么规矩 跨界永远是四个字 先卖 后买 卖谁 买谁 这是我们后边要讲的 但我提示大家一句话 如果你是增资 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 新买的 新买的 不要跟我说跨界 我再说一遍 如果你是增资 新买的 不要跟我说跨界 如果你是减资 记住了 卖了的部分 不要跟我说跨界 你忘了吗 电影里边有一句话 没了就真的没了 没了还谈什么跨界 新买的不要跟我谈跨界 卖了的不要跟我谈跨界 那到底谈跨界的是什么 我后边单说 但我现在告诉你先卖 后买 我所说的界 是长头跟你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的界 您从上减资掉下来 从下增资往上穿 都叫跨界 那我问你一句话吧 如果我是权益法 跟成本法之间的这种来回转换 叫跨界 不叫 我管你是成本法还是权益法 你不都叫长头吗 只有是成本法掉的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计量穿的成本法 只有权益法掉的公允价值计量 只有公允价值计量穿的权益法 这种才能叫跨界 也就是说 是公允价值跟长头的相互转换 才能叫跨界 权益法跟成本法之间 绝不能叫跨界 先铺垫到这 等讲到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方法的转换 我还会再讲到这两条平行线 那好 我们先看第一种情绪 如果我原来是公允价值计量的精资产 我持股5% 画个图 那我是不是通常应该是三无产品 您很有自知之明 后来我又买了55%之后 我变成了60% 这种是不是应该叫增资呀 对对增资而言 新买的不要跟我谈跨界 那新买的应该怎么处理 很简单 您不是又买了55%的股权吗 我会问你 你花了多少钱 带银行存款 然后你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一定体现的是公 云 价值 再告诉你什么 花多少钱 计多少钱 长投 我们把这个金额叫新增的投资成本 这是新买的 不要跟我说跨界 那唯一跨界的只剩什么 原来这5% 大家想一想 当我持股比例达到60%能够控制的时候 我还能叫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吗 不能了 我应该改名叫长投的成本法 第一档长投成本法 第二档权益法 第三档三无 总还记得吧 那我只是把这5%这一部分改名 新买的涉及到改名吗 不涉及到 那么我们接着要先说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 也就是那5% 采用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 无论你是宗股还是松股 不都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吗 对 我就会认为你把这5%先给我卖了 以什么价值卖 公允价值 再给我买长投 应该将原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 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 作为改按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啥玩意啊 这个描述好像我们没看懂 再看下一句 原持有股权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应当转入改按成本法核算的当期投资收益或留存收益 好像还是没看懂 没关系 我刚才提示您半天了 新买这55%不要跟我说跨界 它是不是一步到位直接叫长投呀 对 带银行增款 借长期股权投资 而原来那5%有可能我划分为存股 也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有可能划分为宗股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那5%不能待在下边叫三无产品 我要改名叫长投的什么成本法 在这时候实际我所谓的先卖后买 只是原来那5%那部分股权 那所谓的卖不就是要收到钱吗 我在这就应该借银行存款 你以什么价值卖 以公允价值卖借银行存款 钱收到了 如果你原来的股权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是不是你就应该把两个明细科目 哪两个横杠成本横杠公允价值变动 全额反向接转 横杠成本积账是铁定在借方 反向接转一定转到哪方 带方 而横杠公允价值变动那可不一定 涨了升值是在借方 贬值在带方 我不管你是什么样 我就是把横杠公允价值变动反向接转 实际这我少了四个字 准确的说横杠公允价值变动应该是可借可淡 我把这两个明细科目反向接转了 那就意味着什么 我消掉了它的账面价值 这两个明细科目代数核是不是相当于账面价值 没问题 为什么 损是不计题减值的 我既可以把这两个明细科目代数核说成是账面余额 也可以说成账面价值 钱收到了把账面价值消掉 倒计投资收益 贷方表示赚钱 借方表示赔钱 结束了吗 没有 您这5%不是卖了 您是要改名叫长投的成本法 就把银行存款划掉 改名叫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是百分之几的那部分 百分之五 而原来我这还买了个百分之五十五的 百分之五十五肯定是公允价值 花多钱 记多钱长投 而这百分之五您不是以公允价值卖的 换成的长投也是公允价值吗 我最后要问你 你真正的长期股权投资 是不是应该是百分之六十的 对 就是用这百分之五十五新增的投资成本 加上这百分之五改名的长投 两部分都是什么 公允价值 那您说我形成的百分之六十的长投 一定是什么价值 公允价值 看完这个再看这边这个文字描述 可能够简单了 应当将远股权投资到公允价值 为啥 我就是以银行总管的公允价值卖的 换成的长投 当然这儿也是公允价值 加上新增投资成本 新增投资成本在这儿呢 花多少钱 记多少钱长投 肯定是公允价值之和 不就作为改案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吗 而原持有股权的公允价值就是你所谓的银行存款 跟账面价值的差额 要不计投资收益 要不计留存收益 这不是公允价值吗 这不是账面价值 差额不是记投资收益吗 那有人说这个我懂了 那如果原来那5%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一样也是这样 先卖55%花多少钱 记多少钱长投公允价值 只不过这回我先卖后买那5%是什么 是宗股 还是假设以公允价值把它卖了 借银行存款什么 是公允价值 然后把横杠成本 横杠公允价值变动 反向接转 一样的道理 横杠成本铁定在借方 反向接转在贷方 横杠公允价值变动在借方 反向接转在贷方 贷方反向接转在借方 因为宗股也是不计体检值的 我销掉这两个明细坑部 不就等于销掉它的账面价值吗 最后倒计差额 差额有可能在贷方 有可能在借方 但你敢不敢说它是投资收益 不敢 我现在卖的是宗股 差额只能计留存收益 百分之十几盈余公积 百分之九十几利润 分贝未分贝利润 结束了吗 没有 您宗股如果对应有其他综合收益 也要反向接转到哪去 留存收益 能多问一句吗 可以 交易性金融资产对应的公允价值变动 随意用不用反向接转 不用 2016年新准的改革之类 就不用再反向接转了 结束了吗 没有 您要把银行存款换成长期股权投资 这不就是远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 百分之五的 加上新增投资成本 百分之五十五的 作为改按成本法核算的 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 百分之六十的 远股权的公允价值 跟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哪 这不是计留存收益吗 没了 所以大家记住只要跨界了 就会出现先卖后买 所谓的跨界永远是有一方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变成成本法 变成权益法 我管你变成什么方法 都是长头 或者长头变成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只有一方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我们才涉及到跨界 但是新买的不要跟我说跨界 卖了的不要跟我说跨界 这是规矩 第一种类型 我就先说的这 那下文我们说第二种类型 假如说我原来持股20% 我又买了40%之后变成了60% 跨界了吗 我们所说的界在下边 你是从第二档往第一档上穿 根本就碰不着这条线 没有跨界 能不能先卖后买 不能 那我接着问你第二个问题 您从20%又买了40%变成60% 您从第二档往上穿 增资变成了第一档 没有跨界 不用先卖后买 但有一个铁正当的事实 您必须承认 当您持股达到60%的时候 怎么着 你已经能够达到控制了 我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新买的40% 我曾经跟您说过 不要跟我谈跨界 何况这道题整体都没有跨界 那就是贷银行存款 借方式长期股权投资 给他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新增投资成本 什么价值 花多少钱 计多少钱 长都肯定是供运价值 对吧 对 而原来的20% 本来他采用权益法 核算的好好的 可是我现在怎么着 我又满了 变成成本法了 权益法跟成本法 最大的特点 或者区别之一就是 权益法有明细科目 而成本法没有明细科目 那我现在已经变成成本法了 我就不应该有明细科目 那我就会把你原来 有明细科目的长头 四个明细科目 就是传说中的四个女朋友 把有明细的长头 反向接转 这四个明细科目的代数 和如果不考虑减值的情况下 就是你原来20%长头的 权益法的账面价值 我现在没有跨界 我不可能先卖后买 但我会把有明细的长头 给他改名叫没有明细的长头 慢点 四个明细科目的代数 和是账面价值 你告诉我 你改名叫没有明细科目的长头 依然摆脱不了账面价值的命运 那么将来 我如果问你60%是什么价值 告诉我四个字 中西合璧 一定要分开说 新买的40%是公允价值 而原来的24% 从有明细的长头 改成没有明细的长头 是账面价值 总额这60% 既非全部的供允价值 也非全部的账面价值 叫中西合璧 听懂了吗 好 那我往下追问一句 就是将来的长期股权投资 你的第三个女朋友 和第四个女朋友 会有特殊的对应科目 我们说过 一个叫其他综合收益 一个叫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俩科目 在你把长头卖了的时候 它会反向节转到哪去 投资收益 那我现在只需要问你一件事 我把有明细的长头 换成没有明细的长头 是把长头给卖了吗 没有 既然没有卖 我的其他综合收益 我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用不用处理 不用 那最后你告诉我的分录是什么 新买的40%供允价值 而原来的 把有明细长头换成 没有明细长头 账面价值 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攻击 咱们不处理 没了 如果您把这两部分分录给他写在一起 就是借长期股权投资 既包括原来那20%的账面价值 也就是有明细的长头改成没有明细长头的账面价值 也包括新增的投资成本 是不是这个合起来是60%的总长头 但你千万不要跟我说它是公允价值 也不要跟我说它是账面价值 它是中西合币 这20%是账面价值 这40%公允价值 然后把四个明细科目反向截转 您第二次花的钱 在银行存款 所以他说的是 应当按照原持有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就是那20%从有明细的长头改成没有明细的长头 依然摆脱不了账面价值的命运 加上新增投资成本 一定是公允价值之和 作为改按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我们是学中级会计实务 楚提老师已经很仁慈了 如果你是学著头会计师会计 这块内容是要重新计量的 怎么计量 在合并报表重新计量 第二 购买日之前那20%股权采用权益法核算 不论你的其他综合收益 还是我们所说的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就记住四个字 因为我的长头没卖 不用反向接转 只有卖了才能反向接转 没了 都说完了可以讲题了吧 可以 我们直接看教材的历四港十八 这是一个权益法持股20% 又满了40% 改成成本法的题目 跨界了吗 没有 你是从第二档权益法 又满了40%之后 变成成本法 我所说的界是下边这条界 你是往上窜 根本就不会跨界 你是长头的一种方法 转化为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2019年1月1日 甲公司以现金四千五百万元 自非关联房处 取得了乙公司百分之二十股权 有人说非同控错 您得看看 他并没有达到控制 他说只能够对其施加重大影响 所以并不是同控和非同控 同控和非同控 一定要讲究一件事是控制 如果不是同控 如果不是非同控 那就花多少钱 寄多少钱的什么 长头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应该在2019年1月1日 贷银行存款 我可以简写四千五百万 借什么 借长期股权投资横杠投资成本 权益法是要写明细科目的 传说中的四个女朋友 第二节我会详细跟你讲 您记得不记得 当时我们前面讲过一个权益法 他如果告诉你当日乙公司 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是 两万一千万元 等于您花了一个四千五百万 还记得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啥 叫初始投资成本 我花四千五百万 买了一个两万一的股权 美的你 你只买了人其中的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四千二百万元价值的股权 那大家想一个道理 我花四千五买了个价值 四千二百万元的股权咋了 我吃亏了 吃亏了这种情况 我们把它称之为不利差额 结论是什么 不调整 先记住就可以了 第二节我会详细的跟你讲 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一个女朋友 往下看 然后她是不是该说2021年 又买股权了 没错 咱先看看 她中间这块描述是怎么描述的 购买日 你原来买百分之二十的股权的 2019年1月1日 你敢跟我说是购买日吗 不能 你没达到控制 2019年1月1日 充其量叫交易日 我2021年7月1日 又买股权的时候 我达到了控制 这一天才能叫购买日 她给了一些数字 假公司原持有的 对乙公司 百分之二十的股权的公允价值 是六千万 账面价值是五二五零 你说老是不对 我当时买的时候 横港投资成本才四千五 这怎么就五二五零 你别着急 她说假公司确认 与公司权益法核算 相关的累计投资收益是三百 说明她曾经在2019年1月1日 到2021年7月1日 曾经累计做过这样一笔分路 借长期股权投资 横杠损益调整 贷什么 投资收益 三百万 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二个女朋友 再往下说 其他综合收益三百 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三个女朋友 借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三百 贷 听好了 这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科目 叫其他综合收益 能问吗 可以 什么类科目 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还有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 是一百五十万 那说明还有一个传说中的 第四个女朋友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一百五 但资本攻击横杠 其他资本攻击一百五 你想告诉我什么 传说中的四个女朋友 第一个叫横杠 投资成本是四千五 第二个叫横杠 所以调整三百 加起四千磅 第三个叫横杠 其他综合收益 加起三百 是夺出来的五千一 五千一 加上第四个女朋友 横杠 其他权益变动 加一百五 正好是五二五零 他只是在给你陈述这个事实 那好 这儿这百分之二十股权的 公允价值有用吗 没用 为啥没用 因为只有跨界了 我才会先卖后买 现在跨界了吗 没有 我只需要把有明细的长头 换成没有明细的长头 这么说您福气吧 也就是传说中的四个女朋友 你现在研究一下 她全都在哪方 界方 我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把有明细的长头 四个明细科目 加起是五二五零 换成没有明细的长头 五二五零 但依然摆脱不了 账面价值的命运 那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你传说中的第三个女朋友 也就是队营的其他综合收益 你传说中的第四个女朋友 队营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在你把长头卖了的时候 要反向接转到投资收益里边去 可是现在我是把长头卖了吗 不是 我没有跨界 所以我不是卖了 我只是把有明细的四个长头 换成没有明细的长头 那就意味着 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永远记住四个字 再不处理 这是原来百分之二十的 貌似我就说了 那咱还得说说新买这百分之四十吧 2021年7月1日 我又买了百分之四十 才达到了百分之六十 那2021年7月1日应该叫什么日 购买日 因为我现在讲的是非同酷 假公司另支付现金一万二千万元 自另一非关联方数取得乙公司 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并取得对乙公司的控制权 我不止一次跟您说过 新买的不要跟我谈夸戒 这一万二花多少钱 记多钱长头 在这就会有一个大银行存款 一万二 借长期股权投资 一万二 什么价值 公 允 价值 没了 其实已经写完了 我们看看他给了什么条件迷糊你 他说乙公司可变成净资产 公允价值是两万七千万元 假定假公司购买乙公司20%股权和后续购买 百分之四十股权不构成一览子交易 以上交易的相关手续于当日完成 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 我用到了吗 没有 那大家想一想 我最后要做的分路 是不是就是一个把有明细科目的长头换成一个没有明细科目的长头 这是5250 借长头5250 另外这有个贷银行总管12000 借长期股权投资12000 你的长头最后累计的60%体现的是什么 17250 我们所说的原来20%堂头对应的其他中国收益对应的资本公司用处理吗 不用 什么都不用做 没了 他前面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 你自己看一下 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那下边我们看例四港十九 金融资产5% 转换为成本法55% 一定跨界 因为有以供应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吗 我曾经不止一次跟您说过新买的不要跟我说跨界 我们这道题新买的50%直接可以叫长头的成本法 我唯一跨界的是不是这5%啊 我要往上穿要改名碰了下边这条线了 这5%就应该先卖什么 后买 我们都听 2019年1月1日 甲公司以每股6元的价格构筑某上市公司乙公司的股票200万股 并由此持有乙公司5%的股权 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 你应该是三无产品 甲公司与乙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有人说非同控 说的早点吧 你只持股5% 你啥都不是 你是三无 甲公司将对乙公司的投资指定为以公与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技术 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不就是中股吗 6200万股 那么首先什么都不说 我做出第一个分路 也就是2019年的1月1日 我是不是应该贷银行存款1200万元 6200万股是不是1200万元 对 借方 其他 权益 工具 投资 横杠 成本 1200万元 没问题吧 没问题 然后往下看 2021年1月1日 蒙的蒙的出来 你又买股权了 甲公司以现金15000万元为对价 向乙公司大股东收购乙公司50%的股权 新买的50% 不要跟我谈跨界 花多少钱 计多少钱 汤头 那么新买的50%就会带银行存款1万5 借长期股权投资1万5 没问题吧 相关手续当日完成 猫四 咱们原来这个中股还没说完呢 它后边还有条件 假设甲公司购买乙公司5%的股权 还是在说中股 和后续购买50%的这个股权 不构成一篮子交易 那就分别处理呗 假公司取得乙公司控制权之日 也就是2021年1月1日 改个词 非同控貌似应该叫购买日 为2021年1月1日 乙公司当日的股价是每股多少 6.5 我可以做一件事吧 可以 我2019年1月1日买的时候 每股是多少 钱来着6块 然后现在变成了每股是多少 6.5 我是不是先可以把这个0.5的差额 给它补上呀 没问题 你如果要给它补上 是不是从6块涨到6.5 这是它第一次给你公允价值 对 第一次的公允价值只能跟横杠成本去比 6.5乘以200万股是1300 1300跟1200去比 显然涨了多少 100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横杠公允价值变动100 但其他综合收益100 为啥我把这画成方块了 你一会就会知道 都写完了之后 他说以公司可变成竞资 公允价值24000 貌似这个条件现在没用 那我问你一件事吧 新买的50% 我不跟您谈夸戒 花多少钱买多少钱长头 这一万五是什么价值 公允价值 可是您原来那5%叫宗谷 您现在改名叫长头的成本法 是不是正好碰了这条界限 从下方他一穿就碰了这条界限呀 那我们要视为先卖后买 所谓的先卖后买 是以什么价值卖 公允价值 因为他告诉你 以公司当日的股价是每股6.5 200万股是1300万 如果我要认为先卖后买 那是不是我应该借银行存款 什么价值 公允价值 就是6.5乘以200得1300万 我既然把宗谷卖了 横杠成本横杠公允价值变动 是不是应该反向接转呀 对 这俩现在都在借方 那反向接转就是 代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横杠成本一加二 横杠公允价值变动一百 如果有差额 我们到底留存收益 对吧 可是现在没差额 不可能有差额 你正好补了这个一百吗 写完之后结束了吗 没有 你要想清楚 你原来这百分之五可是卖了 咱们要把宗谷卖了 是不是要把对应的其他综合收益的一百 反向接转呀 对 那就会出现借其他综合收益 一百 代方是什么 百分之十计 盈余工具 百分之九十计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结束了吗 没有 我并没有真的卖了 我就应该把银行从管给的去掉 换成谁啊 长期股权 投资 这一回才结束 那也就说我一共要做几个分路 这俩分路补的是以前的 你完全可以忽略 新买的这百分之五十 花了一万五是什么价值 公允价值 而这百分之五先卖 是以公允价值卖 这一千三什么价值 公允价值 那是不是还要做一个 其他综合收益反向接转的分路 如果你把字母B和字母A的分路 给他放在一起 就是我们现在能展现的这笔分路 借长期股权投资 本来是一万五 加上一个6.5乘以二百 得一万六千三 把两个明细科目消掉 带银行松果并没有结束 然后我们还要把其他综合收益 反向接转 是不是这回带方 是我们所说的留存收益 对 百分之十几盈余公积 百分之九十几利润 分配倍分配利润 这个数字为什么不是 很简单 因为这他特意说了一下 假定按照百分之十五的比例 提取盈余公积 那有人说我到底乘以百分之十 还是乘以百分之十五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给你多少用多少 如果按照现在百分之十五 提取盈余公积 那就是一百万的百分之十五 即盈余公积 一百万的百分之八十五 即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 没了 给你多大比例 用大大比例 我们通常是百分之十 现在这道题就给你百分之十五 可以吗 可以啊 完全可以 那这道题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下班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无外或是同控和非同控两种 同控它的长投用的是相对于最终控制方而言 合并财务报本中的被合并方的所有者权益 成持股比例 还要加上商誉来算长投 而非同控就是花多少钱计多少钱长投 你拿出的要是物 是先把物以供应价值卖了换到钱去买长投 第二 初始投资成本 如果你形成的长投跟你付出对价的账面价值有差额 同控 代差增加资本公积 资本一价 股本一价 借差 充减资本公积 资本一价 股本一价 跟老和尚念经似的 你只要能念得像我这么说 这块你就会了 不够的充减留存收益 而且是依次充减 先充盈于公积 还不够的再充利润分贝 未分贝利润 而非同控 我们要区分你换出资产的不同类型 不都是先以公允价值卖了吗 再买股权 你卖东西的差额寄哪 我这就寄哪 第三个 不论是同控 还是非同控 你发生的审计 法律服务 评估等 咨询费 中介费用 其他相关直接费用 不论同控 非同控 都计当机损益 哪 管理费用 你发行的债务性证券 支付的相关拥金手续费 都是到几的应付债券 横杠 利息调整里边 说专业术语 记住债务性证券的初始确认金额 你发行的权益性证券 支付给券商的佣金手续费 先从溢价收入重扣除 没有溢价收入 或溢价收入不足扣减的 依次充减盈余公积和什么 未分白利润 别错 这就是同控和非同控 括号二 以其合并以外的方式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换句词就是控制以外 要不然您是共同控制 要不然您是重大影响 没有第三个 所谓的控制 我们就说企业合并形成的长头 所谓共同控制重大影响 我们就说企业合并以外的 其他方式取得的长头 这都是专业术语 大家要知道 那么假如说以支付现金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记住了应该是买价加费用 我不怕麻烦 我再说一遍 不论是同控还是非同控 你发生的审计 法律服务 评估咨询等中介费 和其他相关的直接费用 都是既管理费用 但是如果你没有达到控制 那你发生的费用 不是既管理费用 同控非同控既管理费用 这块费用 而我们如果是企业合并以外的方式 购买的长头 那么他会把这费用直接加在长头里 他的长头是买家加费用 所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应按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 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同样的道理 包括支付的佣金手续费 但是不包括什么 你实际支付的价款对价中 包含已宣告在上位发放的现金股利 我们体现为应收股利 也就是你垫付的股利 无论同控非同控 还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合并以外的 其他方式形成的长头 还是我们第七章的金融资产 应收股利永远是单独体现 别错了 我们直接看例子杠三 甲公司于2021年2月10日 自公开市场中买入已公司20%的部分 是不是通常不能说是控制 对吧 实际支付价款8000万 在购买过程中支付手续费等 相关费用100 一定是8000加100 我再说一遍 一定是8000加100 如果是同控非同控 这100是要寄管理费用的 而我们现在寄成头 该股份取得以后 能够对已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那也就是带银行总管8000一 他往下看 假定假公司取得该项投资时 已公司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还有这个是不是我垫付给远古多 我将来要从下家要回来的钱 是我垫付的钱体现为什么应收 鼓励 他说假公司按持股比例计算 确定可分得30 本来我花8000一 扣掉垫付的钱 我真真正正为长头花的钱是多少 8070万 你有没有发现 这儿要写明细科目 对 因为合并以外的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后续计量采用的是权益法 别错了 那么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2017年的判断题 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支付现金方式 取得联营企业 给个词 是我们所说的重大影响 爷爷奶奶对孙子孙女的关系 所支付的股权投资相关的费用 记住当期随意错了 买价加费用都记住哪 长头 文奏奏的叫记入初始投资成本 第二个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跟我们同控非同控 尤其是跟非同控处理方法一模一样 他的方法非常简单 也是借银行存款发行价 也是带股本永远反映的是面值 也是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同样 我为了发行权益性证券支付给券商的佣金 手续费 但银行存款也是先从股票发行的 溢价收入中扣除 不足扣除的依次充减盈余公金 依次充减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结束了吗 你没有发行股票 你实际上是以发行债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把银行存款的位置换成长头 没了 因为是企业合并以外的方式形成的长头 要有明细科目 投资成本 再说一句话 如果你 已经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在借方体现为应收股利 剩下的才能叫长头横杠 投资成本 千万别错 我们看利四刚四 2021年3月 假公司通过增发3000万股 每股面值一元 我管你同控非同控 反正我代方先有个股本反映面值 往下再说 他说本企业普通股为对价 从非关联方处取得对你公司20%的股权 同控非同控都不是 你根本达不到控制 尤其后边告诉你 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乙公司叫联营企业 假对乙的投资叫假对联营企业的投资 所增发的股份公允价值是5200万 这本来应该是借银行存款5200万 倒几私本公积股本一价2200万 可是我没收到钱 把银行存款去掉 换成长期股权投资 横杠投资成本5200 他说为增发该部分股份 假公司支付了200万的佣金手续费 先充溢价收入 我现在溢价收入是2200万 我只充减掉200万够吗 够 要不够什么 依次充减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充减后的资本公积股本一价还剩多少 2000万 这不2200吗 充减掉200 不还剩2000万吗 在这我们看一个2020年的多选题 下来各项关于企业对长期股权投资快递处理的表书中正确的有 A 以合并方式 只要说合并 潜台词就是两个字控制 不论同控还是非同控 支付的法律服务费 及管理费用没毛病 第二 以定向增发普通股的方式 啥都不说 代方一定有个股本反应什么面值 取得联营企业的投资 是不是应该本来借银行存款公允价值 我要换成长期股权投资 横杠投资成本 普通股的发行费 记录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错了 普通股的发行费充减 溢价发行收入 第三 以发行债券的方式 取得子公司的债券的发行费用 记住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错了 是记住哪 初始 决认 金额 说通俗话 到几个应付债券利息调整里边 取得合营企业股权支付的手续费 记住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没问题 这叫合并以外的方式取得的长投 买家加费用都挤长投 那这道题是多选题 正确的显然是 A D 第三个 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 这就是我们说的 站着这山望着那山高 我明明持有丙公司的股权 但是我现在变卦了 我想给你当股东 我就把丙公司的股权作为贡品 给了你的原股东 让他去给丙公司当股东 我给你当股东 所以你持有别的公司的股权 可以作为代价给别人换取你给别人当股东 这种情绪 一般而言 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 应该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评估作假 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 如果公允价值跟你所发行证券 或者叫所发行工具的公允价值 通常不应该存在什么重大差异 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 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 比所发行证券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 谁可靠我以谁为准 当然以投资者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为基础 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 刚才一直在说的是所发行证券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股权性投资 如果投资方通过发行债务性证券 比如说发行债券取得长头 比照上述原理处理 大概能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这块内容没有过多要说的 我最后简单的给你总结一下 因为我们初始伎量到今天已经全讲完了 所谓的初始伎量 就是您得到长头时该寄多少钱 在我们传说中的长期股权投资 有两大去向 一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控制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控制 和我们所说的重大影响 将来控制 我们也把它叫做企业合并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而共同控制重大影响 我们把它叫做合并以外的方式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那有什么区别 且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后续伎量一定是用成本法 而合并以外的方式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后续伎量一定是用什么 权益法 能再往下说 可以 这个控制对于我们来说 分为同控和非同控 同控永远是在说四个字 账面价值 而非同控是在说公允价值 而权益法 他要说的是买价加费用 而他的买价就是公允价值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公允价值 加相关费用 能再往下说 可以 将来你同控的长期股权投资 你自己做不了主 跟你付出多少代价没关系 你用的是大白纸上边的所有者权益 成持股比例 被合并方要是外购的 还要加上商务 而非同控 如果是拿出的是物 一定是先卖 后买 以什么价值卖 以公允价值 所以非同控相当于把你东西卖了 银行存款的位置 换成长头就可以了 而我们合并以外的方式就是买价加费用 同控和非同控有几个点是相同的 如果第一个 你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等中介费和其他相关的费用 是借管理费用 带银行存款 而合并以外的是把这个费用要加在哪长头 第二个 如果你发行债务性工具 债务性工具 支付的佣金手续费 是寄入什么 寄入负债的初始 确认 确认 金额 初始确认金额 而如果你发行的是权益性工具 你支付给券商的佣金手续费 是先充 溢价收入 再充 留 存 收益 那有人问了 这俩是不是也适用于合并以外的长头 适用 它跟同控非同控唯一不同的就是 它的这块直接费用 同控非同控即管理费用 而它的这块费用直接放在长头里边就可以了 没了 解决了半天就解决了 当你得到长头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 后边该写多少钱 我就讲了这么多小时 初始计量是很难的 一定要注意 我们第二节就讲成本法 就讲权益法 那好 这一讲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